还是相信这白脸的心情 我只要你一切如何的事 何音完美看似默契良好 但范伟琪和张绍涵 两人在台上完全零互动 气氛超尴尬 2001年后两人就再也没同台 八年恩怨未解 但似乎就连好姐妹们 也被拉进这场恩怨中 当然我在怀孕的这段期间 我们突然变得 我突然变得好需要你 两件如意范伟琪一直是姐妹套 也许是一起当妈的过程 让两人常交换育儿经 30号晚间 梁静如在微博po出 两人开心聚会合照 不料被讨厌范伟琪的网友们开骂 梁静如赶紧删文 却又在深夜po文表示 捍卫自己的朋友就是我的表现 不需要别人理解 展现对闺蜜购义气的一面 梁静如坚定地站在范伟琪这边 还被网友发现 梁静如早就取消关注张韶涵 让张韶涵的朋友也挺身而出 他们已经很红了 对 后来就直接跟我讲话说 哈喽 你好 我是阿娇 阿娇和张韶涵因为一次电影合作 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阿娇30号晚间也在微博po文 力挺好友张绍涵 表示作为她的朋友 打从心里高兴 不用多说时间会证明一切 范伟琪和张绍涵的恩怨 似乎越滚越大 就连姐妹淘们也通通被卷了进来 网路上互尬意味浓后 这场仙女大战还没分出输赢 似乎已经明显分成两派人马 记者王千玲台北报道